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佩奇一家下周末要乘坐小火车去狗熊岭度个短假 于是猪爸爸就接通了光头墙的电话 强哥,下周末我们要去你们狗熊岭去度个短假 想请你当我们的导游哦 好的,猪爸爸,强哥我最近不给李老板干了 新开了一个度假村庄 有时间给你们当导游,欢迎你们全家来我家做客 好的,强哥,就这么说定了,下周六见哦 下周见,猪爸爸 五天后,佩奇一家乘坐小火车愉快的出发了 小火车驶向了狗熊岭 火车在轨道上欢快的行驶着 可是突然前面横着一些大树 挡住了前方的路 小火车不得不停下来 猪爸爸下了车 亲爱的,你和孩子们不要下车 听说狗熊岭的狗熊很凶的 好的,你也当心一点 妈妈,狗熊岭的狗熊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凶吗 是的,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爸爸提前联系好你强叔叔给咱们当导游 有了强叔叔 咱们再也不用害怕了 天呐,这个树差也太大了 我一个人搬不动 得赶紧给强哥打个电话 让他想想办法 喂,强哥 我们已经到了狗熊岭了 可是遇到点问题 大树挡到了路 过不去了 猪爸爸你们别着急 我马上赶一下山去处理 好的 但是这些树太大 可能你需要找些帮手过来 嗯,好的 猪爸爸我知道了 广东墙急忙找到熊大熊二 帮忙一起走下了山 一会儿就到了猪爸爸跟前 天呐 妈妈你快看 是狗熊 佩奇别害怕 听一听猪爸爸打探的情况 呃,强哥这两个是 猪爸爸 这两个是熊大和熊二 他们两个是狗熊岭的绿色 护林战士 欢迎你们来到狗熊岭做客 那要辛苦你们了 熊大熊二 不辛苦不辛苦 不一会儿的功夫 光头墙 猪爸爸 还有熊大熊二 齐心协力 把挡在前面的树下给挪走了 辛苦你们了 强哥 这回你不仅给我们当了导游 还让你当了一回轨道为护工呢 哈哈 不辛苦 应该的应该的 佩奇一家坐上了小火车 继续开往山顶 开始了他们的愉快旅途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呢 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小虹姐姐的玩具 一定要点击订阅 咱们下一期再来玩 拜拜